中天亥克的现场 两个人那么多人受伤 两个人那么多人受伤 顾诉镇定 蔡英文回神后继续讲 社会就是有不同的看法 兰处理不回应呛瞎 蔡英文表情却难言尴尬 警察赶紧拉开 呛瞎红一富人 陪同蔡英文来的立委 也走近关切 富人情绪激动 好多话不吐不快 为什么让我们这么多的警察 我们受伤 打死我们的弟兄 打死我们的兄弟 打死我们的孩子 为什么蔡英文 你叫他们上街头 还说常常要上街头 甚至历劫 喊到蔡英文都上车离开 富人的呛响也引来 周遭各种回应 那你们叫我们让她上海 中文 中国人 我叫她中文 但是我是台湾人 我爱台湾 台湾外罪 但是我们台湾是有礼貌的人 国际笑话 有公民也有人不赞同 原警赶快拉开 呛响民众 就怕连医院也出现冲突事件 中文新闻资产报堂 在台北采访不到 好吧 在台大医院发生的 吕秀莲今天也讲话了 吕秀莲唱蔡英文 我们看吕秀莲怎么讲 整个决策 尤其现场的指挥 我完全使不上力 我看有任何状况 我提醒她 我就问她下一步要怎么做 然后她就一直问党工人员 所以实在有 我自己感觉她完全使不上力 蔡英文女士来讲 这辈子没有选举过 这辈子也很幸运的 也没有介入很多的党争 跟国民党对抗的经验 因为连续三次的群众挺她 但她每次都很风光演出 我觉得也非常不简单 好 那么这是李秀莲 来来 梅宇你怎么看李秀莲 她是尽 讽字蔡英文 什么尽 根本就是羞辱了 你羞辱她了 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曾经经历过大风大落 但是我没有指挥权 她在前两天还在讲说 是美丽岛以来有史的 有史以来 美丽岛之后有史的 铺天盖地了 违反人权 抓人干什么的 李秀莲就是她的话 亲切听听的 但是她总要捧一下自己 我说 那我就主张说 李秀莲你为什么当 看了底下蔡英文的小英同志有难 说怎么办怎么办 很慌张 所以你就跳出来 说指挥权交给我 五点半以后我当家做主 我带群众继续走 你有走你就这样子讲 你怎么都这样 所以我这个 小英倒也不会交给她 深功怨赴 我觉得沈道老的形容也不错 她说她应该比照李源处 做一个没有声音的人 好好去享受她的卸任总统 卸任副总统一个人生 何必这样子呢 你存在的价值 你曾经有过机会 当阿扁当红山精走上街头的时候 你那时候的表现又是什么 是 老丁你怎么看 我想 李学年这个我等一下讲 其实那个呛蔡英文的那个女士 或者在跟这个女士在对骂 或者后来还一个男士呛蔡 我想社会上看到这两天的这个情况时 还有就是今天的这个发展时 其实很多人像我一样是忧心社会的两极化 所以我们不应该 包含我们的talk show的与会者 不应该 为什么我刚才讲到学生时 讲了这么样的委婉 但是讲出重点来 所以我们不应该让这个对立 让对立再继续严重下去 不要笑 社会上今天的忧心是很是在上升 如果我们作为我们有发言权的人 在这个场合上 要点出问题 但不要使他恶化 我要讲李秀莲 李秀莲是我进台大使 第一场听过的演讲的主讲人 那我只会同意梅玉讲 就是实在是落伍的一塌糊涂 退步的一塌糊涂 而且跟社会完全脱节 那昨天是不是真的有黑道呢 我不太相信 我有观察那个打人的那些群众 他们当然跟沈沃雄长得不太一样 但他们是民进党的群众 那些丢汽油弹乱骂乱打的 从警服门一直到原山 是民进党的群众 如果连蔡英文都认不出来 而我们这种外行的人 不是民进党都看得出来的话 那蔡英文是会对他作为一个 主席 一个学者 一个陆委会主委等等各种的身份 他真的会对 因为他不敢面对事实 孙委员 我觉得李旭人的话 是他个性使然 他每次这种场合的时候 轮到他讲话 他一定要先把自己拉到中间 而且非常非常的去强化自己的辉煌历史 跟他的重要性 然后又要借这个机会 主席落难了 你还不放弃一个 就顺他的机会 我觉得李旭人这个人 当了副总统以后 还念念不忘 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 这是很可耻的 不过我要讲 我要非常肯定老丁 老丁真的很多人对他而误解 真的对老丁的误解 只有我在替他深渊 一般人都把他看成是青铜的 青中的 深蓝的 我等一下要赞美陈玉玲 你知道吗 但是他是非常非常爱台湾的 他的这个忧心忡忡感觉到 这一次即便海峡情势 因为山通而和缓 但是我觉得台湾社会的对立 空前的严重 我觉得马英九应该赶快处理这件事情 我要补充一下 他讲的话 沈文元讲的是对的 但是我必须要讲 在这一次的过程中间 我们必须肯定 共产党在培养他的高级干部是 是经过大风大浪 是有一定的稳健度 那我们自己必须考虑 在这些过程中间 我们有什么人 可以跟未来在两岸关系中间互动 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 能够见过大风大浪 能够非常稳健的重要事情 我最恨这种拍马屁呗 好吧 基本上 对了 你们虽然笑李秀莲 可是我觉得 君子不以言举人 不以人废言 我觉得他去讲蔡英文 无所措其手足 不知道怎么办 下一步怎么办 还要问党工 我觉得他描述的非常生动 你需要在今天讲吗 那不管他要不要讲 需要大庭广众讲吗 那他要讲他的自由 言论自由 我们学生可以讲他不能讲 你们这双重标准 李秀莲做负责 就没有言论自由吗 他就不能犯法 他的看法 当然可以啊 而且这个时候是针匾 这个蔡英文一个教训 你以后经常在街头相会 凭你这个样子 这个料 你经常在街头相会 家里搞不好 闹的事情更大 我觉得李秀莲是目骨沉重 这两部分 当然刚刚赵大哥讲的 那是事实 就是蔡英文 蔡英文小孩玩大车 就是说李秀莲讲 他完全没有经验 因为街头运动的经验 的培养 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就临场的状况 非常的复杂 特别是有些 突发的紧急危机状况 怎么去处理 这都考验着 你作为一个街头运动的 一个带队者 到底该什么负责 跟警察的带队官是一样的 处理不好 后遗争就非常多了 不过话说回来 如果因此就把这个蔡英文 突然间从云端拉到地狱 是极端不公平的 民进党在520之后 如果说声望 还能够稍微回来 然后大家对民进党 开始重新恢复一些期待 跟蔡英文的形象 没有关系吗 当然有很大的关系 虽然我一再地提醒 就是说你们不要只看蔡英文 你要注意到看到蔡英文 站在蔡英文后面的人 跟过去站在陈正面 后面的人有什么不一样 如果没有不一样的时候 你凭什么相信 多了一个蔡英文之后 民进党就会不一样 然后这个政党将来 就可以重新取得执政权 我这两天想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昨天的那些冲突场景当中 我相信他会非常伤到一些 一些过去长时间 无条件支持民进党人心 昨天能够挺到挺到 最后明明知道警方 已经准备要采取非常强力的冲突 看到水柱冲起来的时候 其实稍微有些多经验 都知道准备要开干了 为什么还在那个地方挺 那绝对是非常深深掠的人 那这些深掠的人到现场的时候 竟然是没有任何人在照顾他们 有一部电影叫做《勇士们》 大家知道那个男主角 叫做梅尔吉伯 梅尔吉伯 现在在整出县 他当一个长官 他准备要带着他的部队 投入到越南的战场 他告诉他的这些事情 我们去会死的活的回来 我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跟你保证 我绝对不会把你们的身体 留在战场上面 就算死了 我一定把你带回来 你怎么可以所有人跑得干干净净 然后打电话说我要回来吃饭 我一整天没有吃东西 所以把电话挂了 然后在另外一个 无关痛痒场合当中 开记者会说我们成功了 因为马英九的时间 只有七分钟而已 讲那种风凉话 然后现场看着群众被打的时候 到最后都没有任何一个人 出来做现场的处理 这算什么在野党吗 过去就是民进党 消遣国民党 做了一系列广告说 再怎么野野蛮 我请问你看到昨天场面 到底谁比较野野蛮 今天的歌需要再回来 什么